今天苗栗國國民帶我來吃萬華的滷肉飯 這個地方的古地名叫做家臘仔 而這間店的店名叫做家鄉味食堂 在牆壁上都可以看到家臘仔的文宣跟宣傳喔 店內座位不算多 所以我們在11點開門的時候就已經先進來等候囉 我們點了兩份一號套餐及猛甲肉捲 滷肉飯套餐呢通常有一碗滷肉飯 然後還有小菜 那小菜的話老闆會幫你任選三樣 還有丸子湯 以及滷味 滷味的話老闆也是任選三樣喔 而這個呢就是猛甲肉捲 因為在店內不方便大聲喧嘩 所以我們就架著勾破 然後慢慢的品嘗美食 先說說家臘仔這個古地名 家臘仔呢是位於南萬華 所以在西藏路以南的話就是家臘仔 那在西藏路以北的話稱為蒙甲 他滷肉的鹹味很夠 那家鄉味食堂呢是在地的老店 然後他的滷肉飯呢主要是用肥肉的部分 另外呢我要推一下他滷味 然後他的滷味最厲害的一樣東西 第一就是豬皮 他豬皮真的滷得很透 所以真的太下飯了 很好吃 豬皮很好吃 很好吃 蒙甲肉捲 對方搞不來的我敢說 我敢說 蒙甲肉捲呢是用炸的 然後魚漿的調味還不錯 然後重點是裡面包了一些東西 但我無法描述 不過我個人覺得蒙甲肉捲呢 他有點小鹹 所以的話建議的話還是要配飯吃 而這一份肉燥飯的套餐呢 我跟苗栗果果明都是可以吃飽的 那苗栗果果明呢 終於要學成歸果了 之後呢我就會在苗栗跟他合體拍片囉 加香味食堂呢是還蠻多知名的政治人物來吃的喔 迦那仔這邊呢也推了散佈地圖 所以歡迎來到這邊 然後來重新認識萬華